youtube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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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分分分 那你自己就看你的裝身裡頭 他那不行 那你真的裝起來 好可以就 就是把他走 好 把身體素質練起來吧 就是我會去黑山羊做重量 就是希望能把自己身體素質練得更壯 更好 就是讓我自己可以打滿一整的球技 然後又不受傷 我會希望自己在 蹲補手這方面 上場可以突破60場 這是我的目標 就是每天的練習 每天像跟投手 還是野手的默契啊 配合都會去訓練這樣 我覺得去年是一個很充實的一點 那我去年出去其實我原本要改 側頭然後我覺得我手不舒服 然後就不想要改 然後發現我覺得 在職棒就是要為了生存 然後並不得已就是要做這個選擇 然後就做側頭 那就意外 意外驚奇了 就是嚇到自己會丟那麼好 我隊伍控球其實都蠻有執行 然後不管用什麼姿勢 要就是要好好面對打折 對一樣的心態 就是 因為如果就 我不改側頭 或是不做一點修正 為了生存的話 我覺得可以在這個環境 然後就被淘汰 突破嘛 我覺得我去年就很滿意 因為我期許自己是能延續像去年一樣的 好多不好 就是希望能夠自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然後就是玩這一個球技 因為我是去年是 半 幾乎剩半季才到 因為我就想要今年突破是 可以維持一整年 對 就是 成績對我來說 蠻重要 可是我是更在乎自己健康 因為畢竟去年丟那麼多 那自己會更在乎自己身體的健康 自信心吧 因為我去年的自信心就是 跟前幾年比起來 至少就是自己趕丟了 不會就是還沒上場就自己想很多 就自己把自己投倒掉 就是這幾年來我都是 一樣的門式調整 就是 不要改變太多 就是一樣的感覺 做一樣的東西 就這幾年其實 季後休息的時候就是有自己找 訓練中心 然後訓練投球的部分 就是他幫我就是 賽季中就是有可能動作有什麼問題 就是到 寂寞的時候再一次調整這樣 就是微調都跳 突破嘛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最大的問題就是穩定性 就是有一場好一場不好 我想要就是把 不好的比率降低 就是讓自己更穩定 因為我們 其實我 我看 其實我們滿多選手就是 我也是 就是膝蓋就是很容易就是往前 往前倒 他其實就是要希望我們 用寬的部分 把那個 身體留住 不要一直用膝蓋去帶身體 對對對 因為他其實滿 因為他就是幫 就是在球場上看我們動作 然後就是會一對一對我們 就教我們 看我們 就是客製化的概念 就是幫我們訓練這樣 就是滿好的 各位10號隊友你們好 我是新進來的同學 我叫陳柏好 然後背號9號 通常就是會常常聽到 暴力緣嘛 這個 這句話 那其實 真的啦 就是我在投 那時候 應該說 還在母球隊的時期 然後投 樂天的時候 其實真真的 滿暴力的 對啊 其實有時候 真的會滿害怕 對到樂天的 當然期待啦 當然就是 能對決 是 應該說 我都很期待對決每一個 那我覺得 應該最近的話題 應該就是我跟昆宇的那個 江昆宇的 因為 昆宇是西沙嘛 就是西苑殺手 剛好我是西苑高中的 然後 其實 在母球隊 有對決 可能就可能 對內賽有打到一兩次 然後就不是正式比賽 那 現在 我來到這個新的球隊了 然後有這個機會 其實 應該說很特別啦 但 我也不會輕易讓他打出去 對 我還是有做一些 對他一定會有策略 那 就是 倒是會期待 每一個打者都有期待 首先 當然就是 在這村訓調整好自己嘛 然後身體健康的 完成這個村訓 然後 很重要 我覺得在這村訓真的很重要 身體健康也很重要 那目標我覺得就 先往開技一軍的目標 就是去前進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 站穩目標 對 站穩一軍 對 站穩一軍 然後 然後 然後維持一樣的手感 然後 可以 應該說 在訓練上 就是 不要去 馬虎掉 就是 還是要保持好競爭力 然後 不管怎麼樣 不管發生什麼事 都要以 勉強訓去做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 然後 再 從20年進來到球隊 其實 在二軍這裡 我自己給自己的目標 當然是上一軍嘛 然後 可是先前自己設定的目標 就是 我在二軍一定要 打 打好整個球季 在去年 教練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我也 展現出自己的 該有的 特質 比如說手臂啊 還是 腳層的優勢 戰術優勢 這些 對 我覺得 這個是 應該是從我高中就開始吧 因為 就是台東的球隊嘛 都比較熱情 然後我們在修理室也都會唱歌 什麼 那當然 在這邊高張域的比賽 當然是不可能唱歌 那 就想到 用其他的方式去 去引導其他學長 因為 畢竟看他們 打到後面 當然在賽季中是還好 在後面季後賽的時候 比較高張域變 就是難免會比較緊繃 幫學長們加油 就是讓他們可以輕鬆一點 就是比較有笑容 就是可以更平常心一點去 面對比賽 簡單來講就是 我覺得 手臂 攻擊上就是 都穩定隊友的時候 就已經 是很大的突破了 那接下來我 我其實最想要突破就是 我上壘之後 我壘間的破壞力 我想要更好 就是譬如說 我有腳踩嗎 但是我倒壘 跟其他人比 就是 就是好像 我好像有腳踩 等於沒有腳踩一樣 就是道理 的機率比較小 對啊 我覺得這是 我要突破的 成功功功也完全改變 我沒有 但是我看那個大天猛他們這邊 滴滴滴 這樣按按按 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會想要試試他們 會想試試這樣 壘上有人 我們可能要的暗號 投手不一定要 但就會可能 變成用投手換投手打暗號 給我們扶手的方式這樣 這樣節奏會比較快 就會可以省一些秒數這樣 我是不排斥 因為之前就有 就有這樣子的比賽 那時候我在小運網的時候就有說 因為可能延長賽的時間太長 那想要縮短比賽 我是覺得其實有這個 其實也蠻快 對我自己來講 我是覺得蠻快 就可以分出輸贏 對 因為如果說一隻外平手 你要打蠻長的一段時間 對 因為棒球其實球技已經夠長了 如果一場比賽又把時間拉得很長 其實對球員 對教練其實都蠻累的 問題是說現在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打到一場賽 那我們只能是預作準備說是多留 可能這個部分我們在比賽當中 會多留一個預備選手 讓他有比較能在突破僵局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個這個都其實都要靠比賽開始 但是熱身賽或者是自辦賽的時候 我們才要辦法去慢慢去把這個 這個問題點 或者是去再從中再去練習這樣子 因為沒有去嘗試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要等聯盟確定的時候 我們再來去做這個討論 我覺得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今年 我們在練習當中也會叫投手 自己把暗號做出來 這是我們今年可能會做的比較一個 重大的一個改變 我是說這個東西規定就是大家一定 他們已經訂出了一個規定 那我們就是在練習的時候去適應那個規定 然後去怎麼樣在這個規範當中 去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投球節奏 這才是我們要去想的東西 新年新展望 桃園男兒透過春訓集結下來的幾個交流賽 積極調整 儲存能量迎接星球季的到來 交流節奏